我想游泳 好久没游泳了 今天可得游个痛快 待会咱们去比赛 小叶 快点 别蛮吞吞的 姐姐 咱们去公园捉迷藏好不好 我不想去游泳 小叶 你今天怎么一点干劲都没有 小叶是不是不会游泳 难不成是个汗鸭子 才不是 小叶 即使是也没关系 不丢人 汗 我不是汗鸭子 好痛 下水了 球球 你真讨厌 小叶 快来 咱们来比比谁游的快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游泳吗 能有什么难的 小叶 不会游泳的话千万不能逞强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不会游泳 下水一定要带泳圈的 还要有大人接护 可是 看起来水里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你可以去那边吗 妈呀 好冷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原来水这么浅 那个 有那么好笑吗 小叶 小叶 你刚才那套姿势 难度可真不小 游泳这么简单的事情 明天我就能学会 肯定比你球球游的好一百倍 那怎么明天比赛 你敢吗 有什么不敢的 比就比 小叶今天真是太搞笑了 姐姐 怎么了 小叶 姐姐 你教我游泳好不好 可以是可以 婚姻天的功夫可是学不会游泳的 可是这样的话 球球又该笑过我了 小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游泳本来就不是个简单的事 没有捷径的 既然大家不肯教我 我就自己学游泳 好在跟舒豪借来了这张游泳基础要点 为什么可以学游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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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倒霉 原来这么简单 真是倒霉 这讨厌的风 糟了 这下可怎么像说好交代 有了 刚才不是已经学会了游泳吗 去把它捡回来就好了 小葵花 小叶 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可是我已经掌握了游泳的要领了 即使会游泳的小朋友也不该到湖里河里面去游泳 更何况你根本就不会 小叶 你别哭 可是人家真的很想游泳 要不我想想办法好了 说话说话 小叶你别哭 小葵花 你刚刚说了要帮我 可不能耍赖 好吧 好吧 不过可就只有明天一天 嘿 像葵花 像太阳 爱的魔法 来帮忙 好 好 好了 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结束 小叶就是个会游泳的小朋友了 太好了 这都几点了 小叶还不来 肯定是认输了 我看没错 理论上说一天就学会游泳是不可能的 就是 没有什么不可能 游泳这么简单的事我半天就学会了 秋秋 今天让你输得幸福可福 别吹牛 咱们泳池见 这次比赛 谁先游完潜水区谁就赢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不可能 小叶竟然学会了游泳 简直是奇迹 秋秋 你游得不赖吧 怎么会这样 秋秋 咱们俩跟我游过深水区 油就油 谁怕谁啊 快回来 小叶 秋秋 不要到深水区去危险 剩回小叶 叫笑过伞道 我冲心了 救命 球球有危险 糟了 小葵花 快救救球球 小葵花 刚刚多亏你了 好在没出什么大事 小叶 球球 你们两个差点闯了大祸 知道吗 小朋友们在泳池里只准在潜水区玩耍 是千万不能到深水区去的 我们知道错了 都怪我不好 要不是我整墙也不会出这种事 何况我根本就没有学会游泳 是我求小葵花用魔法帮我的 这样说就说通了 我还以为小叶是游泳奇才 游泳一点也不好玩 以后我再也不想泡水了 这么说你以后也不会洗脸了吗 小葵花安全知识开甲蜡 游泳安全很重要 下水之前要做操 水深不要拔险帽 潜水玩耍就很好 小朋友们要记牢 大人陪伴危险少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小葵花舞台就到这里了 下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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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见